我就想问谁能拒绝冬天来一块烤红薯呢 但是想做到烤出来流油的感觉 一定要用秘书 搞一下 红薯先给它洗干净 先用盐水泡个20分钟左右 泡好的红薯 再给它们放开水里煮10分钟 这两根红薯怎么嘎嘎抱清紧呢 感觉老生气了 为什么烤之前还要煮一下呢 我听说是为了让它们糖化 到时候烤的时候也更容易熟 一个是用秘书 然后就是烤前要进行这两步操作 听说就能烤出带秘质的 试一下能不能烤出来了 烤盘上放个锡纸 把我们的红薯排上去 我之前看了一个研究 烤红薯的绝佳温度是180度 而且不要预热 它升温的时间越漫长 它糖化的越彻底 我们来试一下是不是那回事 这个跟那个牛角似的 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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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火180度 我们先来个半小时 手说你们呀 马上就熟了 OK 已经30分钟了 看看怎么样 我这这么多汤 我觉得这个汤应该是 煮完的那个汤 我换个锡纸吧 这给我这猪瓜都泡囊了 等会儿 OK给他们换了个锡纸 然后换一面 再烤20分钟 哇 现在他们摸起来就很软了 就已经可以吃了 但是我还想再烤一会儿 我感觉他们得烙甜了 不好意思兄弟们 烤完了 嘎嘎软和 它现在就是一个很嫩的状态 给你们掰开看了 哇 我这一提 它都要断了 可想而知 它是有多嫩 轻轻一掰 都要化汤了感觉 已经忍不住要尝一口了 我就感觉里边好多汁水 我尝一口 我这地瓜我都不用嚼 一缩了就没了 是什么 地瓜酱 我有时候念地瓜 有时候念红薯 这俩应该是一个碗 兄弟们查了一下 地瓜是地瓜 红薯是红薯 它俩不是一动线 咱这是烤红薯 不是烤地瓜 严谨 严谨 而且真的超级甜 真的超级甜 你要是嗓子不处服 吃这个真行 就它都不用嚼 直接顺着你喉咙就下去了 诶 丝滑 我这个烤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 我感觉应该可以再烤一会儿 就烤到它表皮硬一点 那个更好吃 但是现在就是数一场呢 嘎嘎丝滑 软烂了 太软烂了 都不是吃了 我纯吸进去的 这地瓜我一个人能造四个 正常一个地瓜 我可能吃的差不多了 这种根本挡不住 吸溜吸溜的吃 水灵灵呢 我第一次用水灵灵形容地瓜 然后我之前用这个油纸 好多人跟我说用反了 还私信跟我说 说应该用这边 我之前用的是这边 但是我今天正好看了一下 他说印刷面请勿接触食物 这面是不是印刷面 那我是不是应该用这面 快点还我个清白 他就是要用这面 我以为我是笨蛋吧 昨天做了这个完美烤红薯 今天再做一个红薯可可布朗尼 红薯先蒸一下 两个大概是420克 不是兄弟二不合一啊 磕我脑底了吗 那不是 皮脱的也那么粗鲁 然后给它捣碎 我发现这个烟薯它里边水分好大呀 千斤一倒就糊了 这是不是宝宝腐蚀啊 适合小孩吃 不用嚼的 然后加入5克泡打粉 8克糖粉 25克可可粉 再打上家里头最后一颗鸡蛋 来上100克牛奶 给它们搅拌均匀 味道 盆栽 哎呦我去 好混乱 吃蛋黄还是地瓜也就分不清了 东北大酱 来两根大葱直接站着吃来 模具里头给它刷点油 好我们的这个大酱啊 把蛋糕糊给它倒进去 它应该不算蛋糕糊吧 不老泥糊啊 我都好像现在没出门了 这怎么还能咳嗽呢 OK它这个形状实数 不是很好看哦 它没铺满 它等会儿到时候烤完了 应该会膨胀起来哦 然后上面正常给它撒上点腰果 就用这个吧 小鱼干青豆花生 之前看世界杯买的一盒 边看边吃 但是没吃完 世界杯结束之后我就没吃了 这怎么里边还有个汪汪小小酥呢 我那时候放进来的 不好意思 OK但是我们就取一点花生吧 你那什么鱼干就别放进去吧 也太怪了 做仰望星空呢 哎呦甩进去一个鱼干 那就放进去吧 没事 OK 在它中间再插上我们的巧克力 OK完美 给它放烤箱 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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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度40分钟 看看 怎么样 我一股可可的味道 应该好了吧 吸了吧唧的呢 这应该没好吧 再烤个十分钟吧 OK 闻着有点小糊 不知道为啥 能不能倒出来啊 这件 果然出不来 那我们就扣一下吧 Oh no Oh no 坏了 我得回去吧 你还是 你回去吧 还是 哎呀 要不然咱们就这么这么尝一下吧 OK 这个摆着过 就是 拿不出来 里边粘住了 里边粘住了 咱直接来品尝一下吧 可有点稀 这个地瓜水分太多了 这个地瓜 红薯 可可 布朗尼 这个花生不能吃 太咸了 这花生 不是 这吃起来也太稀了 稀的溜的可可味 这个巧莉乳化完 变成巧莉酱了 这个挺好吃的 这个花生是纯败笔 太咸了 有点 给我这个整的咸甜咸甜的 一般就是有点稀 你知道吧 吃着有点闹听 OK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O不OK 嗯 嗯